我是一個月不見了 台北股是什麼豬洋變色了呢 今天你第一天回歸 就要來幫大家好好檢視一下 之前有介紹過的個股 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從大盤來觀察 你一直有講我印象很深刻 台北股市要找 要看美國科技股的臉色 上一次你在這個 佔別節目之前 納斯達克正準備二度背離 要做一個強勁的反彈 可是看起來 一個月過後 好像美股的表現並不是很理想 美股不強 台股就沒有依靠 現在到底該怎麼樣來分析跟檢視 好的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如果說手上目前還有電子股的朋友 其實大家心裡面會覺得壓力很大 哭哭耶 那我覺得重點還是在這個地方 重點還是在納斯達克 因為在國內的部分 只要是電子股 我覺得你現在看大盤有點失真了 所以納斯達克指數是各位 現在一定要去觀察的重點 納斯達克指數我們上次 節目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是不是剛好它出現低檔二度背離 對 那低檔二度背離的話 它出現的那種反彈的力道就會很強勁 結果彈了多少 二話不說直接彈超過2000點 那它彈超過2000點到底是怎麼彈的 接下來它就會怎麼彈 所以看這個地方 好 第一個重點是它站上了這個五周均線 對 站上五周均線之後 它上面就是20周均線 所以其實它這一段就直接超過了2000點 但是這20周均線它很難一次就通過 所以它是不是被亞費亞 對 那亞費亞又跌破五周均線 所以各位接下來 如果說納斯達克在站上五周均線的時候 國內的電子股整個又虎奔亂跳 納斯達克要先再站上五周均線 才會像之前那樣子向上極潭 所以納斯如果極潭的話 台股的電子股就有希望了 就有機會了 那從台北股市的加權指數來觀察 真的很弱 今天又破了萬七 對 其實老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破切 那加權指數在一個月前的時候 它其實還撐在這個地方 可是後來跌破了17264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就垮下來了 所以一個月之後它本來是在這裡 那上去之後 其實它也是跟著納斯達克指數上去 可是上去之後它一破界的時候 現在是不是又回到這裡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它所有的一個走勢 一定都會反映在這裡面 所以觀察一個重點叫做17178 這一個禮拜一定要想辦法 重新再站上17178 本週一定要站為17178 對 就有機會了 如你講禮拜五的一點半嘛 對不對 其實如果比較快的話 應該是在明天就要站上去 可是因為今天的那個本土確診 已經來到1300了 它要叫它明天直接大漲 三百點上去 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給它一點點時間 禮拜五如果能站17178的話 其實這個大盤就比較安全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一個重點 因為它已經是破切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年 跟在這個時間年 其實手上的一些股票表現就會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時間 不要再用一個月前的那種思維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投資 因為投資通常是長期 會順時萬變的 你在大多頭的時候 投資那會賺很多錢 可是你在變成是空頭了 你投資的話 可能會資金會一直被卡在裡面 就很可惜了 好 現在畢竟全球的狀況很多了 美國要升息 俄烏戰士也還沒有告一段落 上海封城呢 儘管說今天解封 但利多不漲嘛 還有國內本土疫情 好多的隱憂 阿浩老師認為呢 現在呢 全球股市可能是一個空方式 現在你操作股市的思維 要跟一個月前不太一樣囉 那看一下 我們最新出流的三大法人 今天呢 依然站在賣方 賣122億元 外資賣104億 但投信是買超的 外資持續連三賣 看起來呢 調節的標的一定是電子股 老師 電子股當中 最弱的應該就是 半導體相關的族群 跟面板相關族群了 我們先從2303的連電來觀察 其實今天很忙 今天我們短短的10分鐘 我們要看五個族群 六檔股票 好 大家那個眼睛睜大一點 仔細看 對 那這麼複雜的東西 我覺得把它簡單化 好 簡單化 抓一個重點就好了 這個是在我們一個月之前 3月18號 我們節目要結束的時候 跟各位去交代的一檔股票 重點是在什麼地方 它前面的套牢賣壓比較重 所以其實它本身就比較弱勢了 所以你要去搶這類型的股票 一個重點就是這個上升切線不要被破 好 那各位你看到 它上升切線其實就剛好是在那個50的位置 是 它一破掉之後這兩個禮拜 其實真的就會壓力比較大 對 那這類型的股票會變成一個連環 這上面有很多資金都卡在裡面 連環套 所以它在 其實我不太想講那個事啊 我幫你講了老師 對 所以這類型的一個股票 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說它怎麼會跌得這麼兇 其實主要是因為這個周K文貝 沒有站上周K文貝 周K文貝它一直都沒有上去嘛 那沒有站上周K文貝 我們講個白話的 它叫做五周均線 對 所以只要抓一個重點 你發現你手上的一些股票 它五周均線一直沒有辦法上去的時候 我會比較建議先把資金先拿在手邊 這是在這個金元代工的部分 好吧 要談 好歹要給它站上五周均線 一直站不上去的話 可能大家要稍微忍痛一下 把資金做更有效的運用 對 今天也是破底的面板股 面板股 其實這也是很多人的一個心中的痛 其實它之前就是比較歸屬於 前面有一個比較 酬勞比較重的 那個酬碼比較重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跌破的時候 各位真的那種速度就會比較快 所以其實也是保養一個重點 它為什麼會一直被下來 就是被五周均線給壓著打 所以有這類型的一個股票 我比較建議先抽回資金 因為可能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機會點 可以讓你再重新再買回來 好 3006的金豪科這個個股 應該老師的那個忠實粉絲們 應該都很有印象 對 但是你發現 在一個月前它是在這裡 好像這個套牢 好像說好熱好熱 對啊 那後來有沒有上去 有啊 它真的有上去啊 但是上去它還是上不去 所以這種股票它如果衝關不成的話 下來五周均線絕對不要破 一樣看五周均線 對 因為你會發現 在這地方五周均線一破掉的時候 各位就直接下來 因為變成說在這個地方 進場的人全部都沒有去賺得到錢的時候 那套牢的一個賣壓就會真的比較重一點 還是比較建議先抽回資金 好 6104的創違 也是前陣子很強勢的 對 那同樣的 那這個是那個快速傳輸嘛 它那時候是在創立指新高 前面根本沒有套牢賣壓 而且今年獲利都沒有什麼烏雲喔 其實這個東西你可以套用到現在很熱的那個快篩骨 好 如果你發現快篩骨 有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各位真的 5MA 5MA 盯緊喔 對 你會發現它怎麼時候轉弱 它就是跌破這個5MA 對 跌破了這五周均線之後就直接下來 但是它現在已經來到關鍵點了 它是不是來到這個上升切線 對 如果說這個上升切線破掉 這個KD又跌破50的時候 小心 我就會覺得不要在這地方 急著去做一個切入了 好喔 那另外太陽能族群 受惠到政府的政策大力多 其實阿浩老師上一回來到節目的時候 就已經幫大家領先來追蹤了 真的很強耶 對 其實這個就是 我覺得在今年操作跟投資 一定要把它分割開來 你去年發現它賺很多錢的公司 但是你進去的時間點不對的時候 你會發現錢是公司在賺 但是你為什麼都賺不到它的股價 因為它架構不對 對 那像這類型的一個股票 因為它有一個能源的題材 這個是我們政策的一個題材 架齒 再來它前面的籌碼是比較輕 而且它在這 即使在一個月前它已經突破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跟我們的大盤有一點點悄悄板 就是當大盤在比較不好的時候 電子股在跌的時候 這類型的股票它就會衝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當這兩個禮拜大盤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你看它是不是準備來挑戰 前面的那個高點 可是同樣的我們再去看它的 它的底氣到底在什麼地方 其實就是在五周均線 對 你會發現它在上攻的過程當中 一直沿著這五周均線一直在衝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 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去做一個追蹤 持續的再去做一個操作 好 這個是6477的安吉 安浩老師進一步的追蹤 那一樣是這個太陽能商關內股 而且還有SpaceX星鏈題材 加持的是6443的元金 對 6443的元金 其實我們在跟各位追蹤的時候 那時候在這裡 所以那時候 我們是不是從架構的角度來看 它有沒有機會 它如果說突破這個下降切線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機會噴出去了 所以你追蹤這種股票 其實從這地方就要開始鎖定了 在什麼地方 你會發現它在這地方 上去之後是不是再測一次 可是它沒有真的破切 它只是洗完盤之後 直接突破這個下降切線 直接就噴上去了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它其實去年 前三季還是虧錢 但是有虧轉贏 第四季賺錢 有虧轉贏 很多投資人會喜歡去追 去年賺很多錢的公司 但是因為它的基期拉高了 可是像這一種 它去年本來是賠錢的公司 可是一旦有虧轉贏的時候 它從底部上漲 其實這種力道是非常強勢 但是我們在掛一個保險 有沒有發現 它一直都沒有跌破五週均線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 我們就可以持續鎖定 再去做一個追蹤 好囉 這個是阿浩老師 針對盤面上面比較多的電子股 跟強勢的綠能族群 所做的觀察囉 好 老師 昨天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是修飾的今天會開盤 那本週有好多的大件事會公布 包含了科技股的財報 也影響到盤面上面 這個每一分鐘的變化 疫情升溫也是大家要關注的焦點 好 本週的關盤重點 除了剛才你提到的 要守住17178之外 有沒有什麼樣的盤面的重心 可以跟大家來叮嚀呢 其實現在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對啊 偏偏這個地方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的 這不是我們可以去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只能夠先避開 前面比較熱門的股票 因為裡面真的卡太多資金沒有賺錢 對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阿浩老師的QR Code 用手機掃一下之外 也可以用這個Light 打 580178 老師你的Light裡面 現在計時本有什麼樣的內容嗎 對 像我們剛才舉的那幾檔 比較熱門的股票 它最新的一個主力動能 其實我都已經放在 右上角的這個計時本 所以如果說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在這裡面去找 它的一個主力到底有沒有跑掉 對 或是它的一個成本在什麼地方 其實這可以讓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會比較客觀一點 好的 阿浩老師的叮嚀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畫面上的QR Code 跟它加個朋友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